又是热桥 又是咖啡 DECO呢 还有星空 一个多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看着表呢 哎呀 终于来了啊 这不是陆寒带着皇家相书 不对不对 这是肖战带着 真理石的Defi Skyline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流行力 2022年注定是忙碌的一年 各个品牌已经开始密集的发布 他们的新品了 我们争取在第一时间 把前线的报道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今天就先说说真理石和宝基 最近有什么新的行动 这个是Defi 21 Chroma Chroma我觉得就是色彩的意思 你看除了这个刻度是彩色的以外 另外它的缝线也是过度的彩色线 这是零重力 零重力可以说是 对陀佛伦的另外一种解释 其实它就是一个陀螺仪 它可以确保这个万表 在任何一个角度的时候 它这个摆轮总是处于水平状态 这是一种对重力 对地心引力 对机心造成影响的 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这个是Defi Extreme 这个比较特点是 它有两套行动系统 一套是高振平计时 载平达到每小时36万次 也就是说可以测计 百分之一秒 另外它的走势呢 是三分之六的 就是Alper Miro这个常用的 那个三分之六的阵具 也就是说时间精度是十分之一秒 我先问你 肖战手上戴的真理石Defi Skyline 跟陆寒曾经代言过的 爱比的皇家像素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你考察一下 真理石Skyline的诞生 你就会发现 3642这块表 它的原形 其实诞生在1969年 当时这块表 就已经具备了 十二边表圈造型 而皇家像素的诞生 就是在1972年 所以很难说谁超谁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我们不都不绕过的 Defi Skyline 所用的Alper Miro机芯 一说的Alper Miro机芯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自动上显的计时码表 Alper Miro自动上显计时码表 让计时码表 结束了100年的等待 但是另外一个细节 大家不要忽略 那就是它是高振频的计时机芯 所以呢 真理石的Defi Skyline 它研习的就是Alper Miro 两大特点之一 也就是高振频 这个呢 可以从它的小表盘上 能够看出 这个就凸显了 真理石在制表领域的地位 就是高振频和自动计时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小表盘上 秒针走一圈是多少秒 在这个Defi Skyline上呢 你能看到真理石的机芯 把时间分割成 十分之一秒的计时表现 这是这个源自1969年的设计 但是呢 作为2022年的新款 它有很多与时俱进的地方 比如它的链带是快拆的 而且呢 它可以在钢链和橡胶带之间 进行互相切换 所以对真理石这些表盘 有兴趣的朋友呢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互动 你们有什么问题 不怕你刁断 就怕你不问 都讲这么多了 是不是也跟我们一键三连 或者是踊跃的留言呢 所以真理石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今天我们只能先想到这里 现在我们看看宝机 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 石家庄周边的表演 想看宝机的话 不用跑北京了 怪麻烦的 刚才还在上海 现在已经是石家庄了 石家庄周边的表演 你们有福了 要说宝机表场 跟真理石表场之间距离 还真的没有石家庄到北京远 但是你会发现 宝机跟真理石的差别 可大了去了 下面我们就拿几块表来说说 首先 宝机是驼佛伦的发明者 到去年已经是220年了 这款表 就是220周年的纪念 你看它超薄 驼佛伦 而且是限量的 除了这些 你还能看出什么呢 一般的宝机驼佛伦 它这个驼佛伦的支架 都是这个度老的 但是限量版 它是蓝钢的 如果你看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夹板除了惯常的 这个宝机的级别的做工以外 它还有特殊的雕花 这是纪念版的标志 其实我觉得最重大的发现是什么呢 这款表除了超薄以外 它还是自动上线的 没错 你应该猜到了 它用的是外援摆脱 自动上线系统 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表做得很薄 很薄 不过这款表你也别惦记了 这款表已经是苏州新宇的 林老板的囊中之物了 只不过为了这个专门店开业呢 林老板特意拿出来 跟表友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这款表 如今这个豪华运动表非常火爆 宝机也有自己的运动表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 这个宝机的运动表 有多么的不一样 首先你先猜猜 这款表上 它的复杂功能有几个 我揭晓一下 其实作为运动表 它是很独特的 因为它有三大复杂功能在上面 比如说这容易看到的是 驼飞轮 它还是从这个窗口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万年力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你看它那个指针 有一个太阳头的指针 那个它指示的是 真太阳时间 也就是说呢 它是行进式时间等式 时间等式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行进式 因为做时间等式 显示结果的表很容易 但是如果实时显示 是真太阳时间的功能的 叫行进式时间等式 这个是比较难做的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时间等式 一个是行进式 这么说吧 时间等式这个功能呢 很多表表都可以做 但是行进式时间等式 只有入山谷的几个大师能做 而宝基的这个时间等式 就是它所在的入山谷的几个大师的结束作品 时间等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平常用的时间呢 叫平均太阳时间 它依据当然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 但是呢 我们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 并不是很均匀的 也就是说呢 比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快 有的时候慢 这是由于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轨迹决定的 而这个轨迹呢 你在这个表上就能看到 这里有一个慎星轮 它代表的就是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行轨迹 太烧脑了吧 简单总结一下 宝基这款运动表上 它有很多复杂功能 它是三大复杂功能结合 它这个入门是脱飞轮 然后是万年底 最顶尖的就是行进式 时间等式 够留了吧 但是还没完呢 你看它的后面 这个后面呢 除了这个夹板雕刻以外 同样的还有一个外缘式摆脱 也就是说这款表是自动上显的 但是呢 因为使用了万元表头 所以它的表的厚度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单凭这个后路 你难以想象 它有三大复杂功能在里边 怎么样 刚才我们说的超包脱飞轮啊 时间等式啊 万年底这种复杂功能 这款表呢 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就不说了 我只告诉你 这是7047 你来告诉我 这款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用特写镜头 让你看得尽量的更细一些 你来告诉我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忙碌的2022就从现在开始了啊 我们这次讲的真理石和宝基的新动作 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